而再来光丰地区农会近年度巡回办理10场次的农事小组会议 而在西部与南部两村有近百位的农民挤爆了农会超12楼的活动会场 尤其针对了目前农委会推动包括了农民植栽与农资物保险措施 还有农民退休金制度高度关注热烈讨论 光丰地区农会总干事张明发亲自进行农会会晤报告 以及相关农政业务政策的宣导以外 也特别邀请商工所公部门地方县议会议员与会和农民面对面沟通协调 全程参与的乡长林清水除了详细回复说明原住民保留地相关问题 另外部落农水路的强化与改善与会的县议员才已经表示 目前也都在争取推动执行中 希望协助建构部落族人一个安全的农路交通 那在各地方的农路还有基础设施的部分 南门虽然今年不是在农业小组 但是南门前面第一年第二年都一直在农业小组 那也非常努力的在协助在争取 不管是中央或者是我们县府的经费 以及跟我们的地方农会还有公所的大力的配合 这是光丰地区农会倒数最后第三场次的农事小组会议 西府与南府两村小组长杨金兰主持 将近百位农民参加现场作物虚席 尤其对于目前农委会推动包括农民执灾与农中物保险措施 和农民退休金制度高度关注 一个叫农民退休储金条例 以往我们的农民是没有退休制度的 从今年开始有一个退休制度 它是以基本工资去核算 从1%加到10%最高是10% 目前我们的基本工资是24,000块 如果你月缴2400块10% 然后你政府也相对的提拨10%2400块 作为以后65岁以后的退休金 今年度巡回办理十场次农事小组会议的光丰地区农会 在疫情期间的严格考验下 不论各谷布业务 Ion谷谷谷肉品加工厂 农会超市等业务也都稳定成长 农会总干事张明发 感谢上几个相关单位的协助辅导 以及个农事小组长农民的支持配合 农会也特别赠送月曆纪念品 并发送每人一包百米 慰绕感谢 记者石玉兰光复采访报道 我们的限联合 我们的限联合 公司 我就是